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牛妈冲冲冲 前两天,牛妈带孩子们去了位于Misaga湖边的杜鹃花公园 两年前我就看过别人分享这个公园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过来 前几天看到有人分享,这里的杜鹃花盛开了 正好我大女儿快过生日了 想着让她穿上漂亮的裙子来和杜鹃花美美的合影几张 于是晚饭后,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加拿大其中一个最大型的杜鹃花公园 这个公园是免费开放的 它有十多个杜鹃花床 800多株不同品种和色彩的杜鹃花 这里的杜鹃花是由Dr. Joseph Bruckner捐赠的 所以这个花园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 这里是公园的停车场 大约能停20辆车 现在还是免费的 但是有些车位它有标明 周五周六周日需要permit才可以停 我们是平日的傍晚过来的 人不算多,感觉都是住在附近过来散步的 这里靠着湖边,非常的安静 真的是赏花散步的好地方 公园虽然不算大 但是管理的非常好 除了杜鹃花 这里还有勺药的花床 你看这一片勺药都已经有很多花苞了 相信过不了多久 勺药就会登场 想象一下这一片勺药都开花的时候会有多美 公园还有一片玫瑰花床 看着状态一般 去年冬天多伦多的寒冬 让很多种玫瑰花的人都损失不少 希望随着天气越来越暖 玫瑰花们可以茁壮成长 这里还有一些花树正在盛开 这种粉色的不知道是不是樱花的一种 知道品种的朋友 欢迎留言告诉我 这边还有几片 Holster玉簪花的花床 整整齐齐的 我非常喜欢 我在后院也种了大约十种的玉簪 很喜欢欣赏它们的叶子 靠近湖边的这里 还有一些Bleeding Heart 荷包牡丹 已经开花了 我四月的时候 也种了一些这个Bleeding Heart的裸根 现在才长出来一些小苗 估计要再等一个月才可以看到花 这个花园还有一些大叶的绣球 只是要等到夏天 才可以欣赏它们的美丽 如果这里离你的家不远的话 可以经常过来走一走 不同时节可以欣赏不同的花 牛妈并没有种杜鹃花 不过多少对其有所了解 在多伦多地区 要想种好杜鹃花 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 首先就要耐得住多伦多的冬天 虽然杜鹃花的耐寒能力很强 但是冬天如果没有做好 保暖预寒的措施 杜鹃花也极有可能会被冻死冻伤的 这个花园在冬天的时候 工作人员就会用一些Burlap 帮它挡一下风 防止它的质感被吹伤 再有就是杜鹃花 它喜欢酸性土壤 而多伦多这边呢 主要都是碱性土壤 杜鹃花它的毛细根非常丰富 要求土壤是比较透气或疏松 排水良好的 要不然就会容易烂根 再有就是它要有良好事宜的光照条件 如果光照太强 就会导致生长迟缓 叶片花朵也会容易灼伤 如果光照不足 就会影响开花 牛妈观察了一下这里的地理环境 总结了一下 这里杜鹃花长得繁盛的原因 首先这里靠着湖边 湖水的潮气 很容易使得这里的土壤保持湿润 其次这里种了很多树 尤其是松树 松树掉下的松针可以造就酸性的土壤 还有就是也有一定的遮阳效果 避免光照太强 灼伤叶片和花朵 当然这里的花开得好 也和工作人员的精心管理 施肥修剪等有关系 喜欢杜鹃花的朋友 可以过来这个公园欣赏一下 借鉴一下这里的种植经验 虽然我叫不出这些杜鹃花的品种或名字 但是看得出来这里的杜鹃花种类真的是很多 各种各样的都有 我从网上查资料发现这里有丁香杜鹃 黄杜鹃 高山杜鹃 比利时杜鹃 云锦杜鹃 等等等等 很多种 有的杜鹃现在都已经达到了圣花期 而有的杜鹃还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 我觉得杜鹃花开的时候让人非常惊艳 是因为它开的非常的密 你几乎看不到叶子 就可以看到整片的花海 这边呢 还有一些小鸟的房子 非常的可爱 如果带孩子来的话 大家可以去Dolarama一元店 买一些圆木色的小鸟窝 让孩子们涂上颜色 签好名字 就可以挂在这里装饰了 今天的湖景比较一般 因为雾气比较重 这个公园非常的安静 特别适合过来散步 漫步在公园中 看着层层叠叠粉紫色的花朵 会成的美丽花海 整个人都会感觉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放松 杜鹃花的花语 其中一个就是永远属于你 这代表爱的喜悦 据说喜欢杜鹃花的人 都非常的天真无邪 如果可以看见漫山的杜鹃花 那就代表爱神的降临 我会把这个公园的详细信息 放在视频下方供大家参考 希望你喜欢我的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